Hello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 大家好我是格子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迷你世界 小伙伴们今天啊我们一起来玩这个 帮助老爷爷戒烟 我们看到这个老爷爷呀 手里叼着一根烟啊 好像非常的惬意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提示 需要先点燃香烟 才能引出烟瘾病毒 那我们现在的话 需要寻找一个可以点燃香烟的东西 我们来先看一下这周围啊 好像有树 这树呢是有四棵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找 我们先从老爷爷的这个 这底部看一下 这边有一个箱子 箱子里什么东西都没有 那我们就去树这边找吧 看看树这里都有什么 那看到这里的小伙伴 不知道你是不是一个喜欢玩迷你世界的小伙伴 如果说你是一个喜欢玩迷你世界的小伙伴 不小心被鸽子猜中了 那你就给鸽子点个关注哦 因为鸽子最喜欢和小伙伴们一起玩游戏了 我们在玩这种解密地图的时候啊 一定要切记 不要着急 一个一个的找 这个解密地图呢 总共有四棵树啊 我们就在每一棵树下都好好的找一下 肯定会有 肯定会有东西的 向上走 走 我觉得你掉下来了 我们继续 跳 我跳 我跳 好的 找到了一个细羽毛和一个医疗箱 那这显然也不是我们可以点燃香烟的东西 第四棵树 哦这里有一个可以攀爬上去的一个藤麦 我们爬上去了以后 看看这周围 哎这边有一个箱子 箱子里什么东西都没有 这是用来迷惑我 我们顺着这条路向前走 看起来还是蛮深的 我们继续向前 哇塞里面越来越黑 哇这什么我怎么掉下来了 哎呦 这下方有一个箱子 我终于找到了打火机呀 小伙伴们 我们找到了打火机 然后出去 找到了打火机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周围 这里有一个有一个医药超市啊 但这需要开关我没有开关啊 我们来想个办法 怎么能进去 这里面肯定有很多宝贝 看我们试一下能不能跳过去 赶紧试一下 这边刚好有一个可以攀爬的藤麦 我们试着能不能直接飞到藤麦上去 看来不行啊 我再来试一次 这次速度一定要快 OK上来了 一个跳跃没问题 到了药店 我们打开门 看一下这里边都藏有什么东西 我来把东西都找到 每一个箱子都一定要找一下 它这个东西肯定就在箱子里 这么多 来迷惑我们 慢慢来 哦这不找到了吗 一个药品 B 看一下 医疗箱 OK 还有这边一个药品 好的 现在这些东西都已经找完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烟灰缸里有什么东西 好 烟灰缸里有一个缩小药剂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缩小药剂直接前往老爷爷的身体 好 那我们现在就去先帮老爷爷把烟点到 喷 等一下 我的天呐 这个烟直接就着了 好 那我们现在就去他的体内 进入到了土地公共的体内 现在的话应该是有一个病毒在这里的 哦这个门 我们来看一下 哎呦 我看到病毒了 我看到病毒了 我吓我一跳 看一下给如何如何解决它 悄悄的 哦哎 看我魔法 嘿嘿 我知道我打不过你 我就这样使用魔法 我们来 我们来耗死它 哇 这个这个病毒的攻击力真的好强啊 我来吃一点好东西啊 补充一下体力 幸好我有这个医疗箱 打开门 再给它释放一下我的技能 就问你怕不怕 我们这里有很多药啊 有这个白色药啊 还有红色药和绿色药 现在这个药呢 已经起到效果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病毒呢 在无限的掉血 看看它能撑多久 不断的施法 让病毒要怕我们 就是它就是烟瘾病毒啊 这个红色瓶子和白色瓶子 还有绿色瓶子 这三瓶药都比较好用啊 这个病毒的话都特别害怕 这个病毒的血量还真的厚啊 看我的 我这么久了 这个病毒还不倒地吗 不会吧 它的血量这么厚 OK 它终于倒地了啊 我们终于消灭了这个病毒 消灭完病毒以后 我们获得了一个荧光晶体 和一个细羽毛 我现在有两个细羽毛 我们现在要出去 看这个提示 把细羽毛丢下 即可引起喷体 我们就可以出去了 好的 这个直接产生了喷体 我要走了 出去了 耶 终于出来了 好的 小伙伴们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老爷爷的烟瘾呢 也已经戒掉了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